我們剛剛說到Depression Repire的那個好處 當然就是它的CAM不夠控制 但是它的小缺點就是它的固域的固域很差 如果我們能夠把OP擺到FIRT 就是在D級上面就可以擺到OP 或是可以解決這個問題 開始我們就來看一下 這個在黑板上面這個電路 它有一點點像是Volition Follow 但是是稍微有一點點改變的版本 可以看到EB的端呢 直接送進去的這兩個OP 所以很優點 看到都送進去的一部裡面超級大 然後呢 這個地方有多一些簡單的回塑的功能 它的EB和OP有些簡單的關係 是可以用這些電子控制的 到底是什麼樣的關係呢 我們來看一下 那這邊的話呢 各位可以觀察一下 比如說 EB端呢 這兩個B正和B負 它是Messual Short 所以這兩個電位其實是非常接近的 也就是說 我們雖然都是由正端這個地方 把EBV送進來 但是它跟負端的這個地方的電位 其實是非常接近的 那另外一方面呢 因為這邊EB裡面的時候超級大 所以它程式幾乎沒有電流 也就是在這個連線出來這邊呢 那條圍路上面呢 那條上面其實是幾乎沒有電流存在的 喔 我們這邊好像是沒有電流存在的 只是說它 基本上就是把這邊的電位傳遞過去而已 也就是在這個節點的地方呢 基本上它的電位就等於一管 這個節點呢 它的電位就等於一管 這個節點呢 所以最簡單的狀況就是 其實我可以把這個全部都擦掉 我們這邊要解決的電位關係 就等於是 這邊是V3 這邊是V4 這邊是V1 V2 中間結合了三個電柱 就是這樣而已 OK 好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它的關係 是這個樣子 我們從兩個方面來 我們先把它做一個分類 因為我們想看一下 如果 如果不相等的周圍的話 是什麼事情 如果應付這個地方相等 所以代表 這兩個節點 電位不一樣 這兩個節點電位不一樣 就會產生 電流 電流方向度 是這個地方 大小是I 那 換句號作呢 這一個I呢 會從一樣的 它會流到 下面這個R 也會流過上面這個R 因為 我們就取KCL 所以等於是這個I 是從上面 這樣一直流到下面來的 那既然你現在 一面貨也知道 電主也知道了 那外面這兩個B3、B4的關係 應該也會出到才對 好 簡單的關係是 我們來看一下 I的大小等於多少呢 它應該是把握這個關係式 是嗎 那3A4呢 基本上它跟I也會有關係 因為3A4這兩個點 B3、B4之間這兩個點說 之間的流通電流就是I 只是呢 它的跨壓不一樣 那B2之間的話 只有R1而已 3A4的話 是R2加R1加R2 所以是R1 加兩倍的R2 這兩個式列出來有什麼好處 是相處 就可以把它來消掉 因為我其實是想看到 還是會上 好 我用第二條式去處理 第一條式式 B3-B4除以 B2-B1-B2的話 兩個跨壓的比值 然後它的比值 因為都是處理R1 R1 最前面是E 加上兩倍的R1 OK 這一個數值我們就把它叫做Differential M 好 好 當你今天 輸入電會不同的時候呢 你的Output所產生的差異 跟音樂之間的差異 有一個能比例的關係 好 那我們 得到這個輸出上的差異以後呢 再把它跟剛剛的R1 R1 R1 都放到一起 給連接起來 OK 你就可以再得到一個正常的騙 好 剛剛妹妹已經有一個騙子 是這樣子的 今天呢 其實有一個騙子 我現在的那個 當然那個 列子上面的台形 是有點點重複 所以 請問我自己稍微要提款一下 不要 就可以 它整體的發大規律 這兩個發大規律 這次 升起來 OK 好 所以這是第一個狀態 那第二個狀態是什麼呢 如果 兩個電位都一樣 怎麼辦 如果我今天輸入兩個電位都一樣的時候 這邊兩個端體的分壓是一樣的 現在分壓一樣 會不會電流 不會 不會電流 這一段都沒有電流 它在叫什麼 這邊也不會電流 這邊也不會電流 全部都沒有電流 當全部都沒有電流 那全部都沒有電流 在的時候 導線上面的 所謂有關聯的 電位都是一樣 它都處理著電位 所以呢 輸入電位 和輸出電位 會完全不一樣 為什麼要付這個東西呢 這其實是在計算一個東西 叫做 CAMOMO CAM 那當然我們計算不是Differential M嘛 對不對 它就是在輸入和輸出有所差異的時候 你會得到它的輸出的 輸出和輸入之間的關係式 好 這個也是 這個也是 但是呢 在我們的那個 大機器的評估裡面 還有另外一個事情 很重要的是 如果這些輸入和輸出 都有一樣的成分的時候 我們會把它支持 我們把它叫做CAMOMO OK 那當輸入跟輸出都是一樣 兩個輸入 兩個插入的輸入 是完全一模一樣的時候 我們覺得輸出會有什麼樣子的反應 它會不會 有些輸出的比值 跟這兩個字有關係 OK 這個我們把它叫做 CAMOMO CAM 那 因為它們都是一樣的嘛 對不對 所以這個基本上就是 VPUT的時候 那你會發現 OPUT有個CV 所以呢 CAMOMO CAM 呢 例子上 在這個例子裡面就是 V 剛剛說呢 經過這個電路 如果你們兩個 有一模一樣的成分呢 你的輸出裡面 還是會有一樣的成分 OK 那為什麼要講這個 因為我們要講到 另外一個電路裡面 Retration Fiber裡面 一個很重要的觀念 叫做 CAMOMO 這是什麼 CAMOMO Retration Fiber 就算你電子學 學得不好 你應該都還記得 譬如說 上課的時候 市場中 你念到的字 就像那麼一樣 OK CAMOMO 指的是什麼呢 指的是你 Deprential的部分 它的放大分譯 就是 CAMOMO CAMOMO的部分 放大正義的比例 這個比例 為什麼很重要 它在告訴你說 差異的狀況 的放大分譯 就是相同分證的 放大分譯 之間的比值 如果這個比值 越大的話呢 相差的部分 會放的越多 放大的越多 一樣的部分呢 會抑制的越小 所以換句話 CMR越大 越好 CMR越大越好 它越大的意思呢 就代表 Deprential More Game 越大 Honomo Game 越小 OK 以我們 後來提的 這個例子 為例 因為我們已經把 Honomo Game 和Deprential Game 都已經算出來了 所以你其實 可以直接 在這個例子 裡面的時候 這個例子 就是 Honomo Game 這個例子 這個例子 是我的意思的 因為我們的Honomo Game 等於1 對 所以分母的地方等1 換句話說 它的Deprential Game 對 CMR等於1 可以嗎 兩個類的 OK 可以嗎 好 這個 除了說 你的CMR 也可以 可以 可以用 R多巴萬 這個比例來決定 如果你把 R多巴萬 選得 遠大於R萬 你還是會有 很不錯的CMR 不過我們剛說了 其實我這一關的設計 其實最重點 就是它的Deprential 效果 Deprential Game 是什麼呢 因為它最主要的效果 是要來增加 一部影片的 出入子 最終的東西 是要把這一個 跟這一個 合併在一起 對不對 我要把這兩個東西 合併在一起 好 合併在一起 以後呢 我們剛剛可以看出來 兩邊 我都已經把Deprential Game 算出來了 那邊Deprential Game 第一加上 兩倍R多巴萬 這那一天 R多巴萬 反正 不好意思 好像有點不太一樣 所以 嗯 來 我們簡單的 來做一下 那個 改成的改變 跟我們 在 科本裡面 在那個頭影片裡面 最後的這一個圖裡面 它的 改成一樣的話 對 我改變的是後面 因為這邊是 後級 那個是前級 這個是後級 所以我可以把這邊 改成是 R3 這邊改成是 R4 OK 所以它的CAM呢 偷來一下 我們改成 這個改成 這個改完以後 也就是說呢 你把這兩集 平接在一起的時候 今天有一個Deprential Mode 進來的時候 Deprential YouTube 進來的時候 前級放大比例在這邊 後級放大比例在這邊 所以全部一起放大比例 就是兩者的成績 因為現在是 戀部的串點 好 那 COMO MOAR的Game呢 前級的COMO MOAR Game 能一 請問一下 後級的COMO MOAR Game 能多少 怎麼樣計算COMO MOAR Game 我們剛剛示範過一次嗎 假設一部完全一模一樣的時候 我看到會發生什麼事 對不對,我們說 假設這兩個一部一樣的時候 請問一下會怎麼樣 我們會改變這邊的結果 然後這個地方呢 電位會跟這邊一樣 對不對 所以 你看喔 這兩個電位一樣 這兩個電位一樣 這邊的電阻跟這邊的電阻一樣 它代表什麼意思 上面經過電流是不是都一樣 上面經過電流都一樣 你看它經過另外一個電阻以後到地 這邊經過一模一樣的電阻以後 所以請問一下 連算都還不用算 不知道地號應該是什麼 跟地的電阻是一樣的 因為他們兩邊 兩側通過的電阻完全一樣 電位又完全一樣 所以最後的 終點也會完全一樣 也就是說 也就是說 在這個例子裡面 如果輸入 兩者的輸入是一樣的時候 會不會等於 好 歐不等於的話 請問一下 comroom walk game點多少 這個只是帶進去算而已 我們剛剛說 comroom walk game是算 當輸入一樣的時候 新出和輸入之間的平均 對不對 那其實你就把輸入 輸入等於 帶進去而已 所以其實 這個地方的comroom walk game 等於 後段的 後期的comroom walk game 等於 也就是 也就是 兩集加起來之後 他們全部的comroom walk game 會等於 1 2 2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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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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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今天的麻煩是直線大 直線大,所以其實是一個非常非常理想的結果 這樣子把這兩接拼貼起來的這個電路 叫做什麼? 電子學的朋友有沒有學過? 電子學的朋友有沒有看過這個電路? 我請聽手一下 它叫什麼名字? Distummitation and Prefile 醫療放大器 還蠻確定應該在電子學運用之前 所以如果忘了同學沒有關係 我去看一下就知道了 直接才index就好 它其實就是Distummitation and Prefile iA 這個其實是我們在生理學運用放大裡面 很常在使用的一種放大電路 為什麼呢? 它有很多的優點 包含了最重要的兩個 第一個 Input readiness非常大 因為直接跟我們OP的輸入阻抗是同等級的 所以輸入阻抗超級大 第二個要輸入什麼呢? CMR超級大 理想上面是接近5000大 可是實際上面不會是5000大 為什麼? 我只知道 你想 聽到無線大 所以這一定是有問題 對不對? 對 沒有說其實無線大 沒有這種東西 那靠你哪裡出問題? 實際上會出現什麼問題? 我們剛剛說今天的 CMR理論上 無線大主要是出現在 後級的 康貿後面的地方等於0 對不對? 實際上的後級康貿後面的 等於0的前提是什麼? 剛剛說的 這兩個電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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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定要非常好的匹配 要百分之百一樣 電位才會百分之百一樣 對不對? 可是問題 請問一下你的電阻 入差多少 會不會在電子電路實驗室裡面 拿那個電阻的誤差多少? 現在應該是百分之五吧? 還是更小 有沒有錯吧? 金色的圈圈嗎? 大黃是帶來百分之五的意思嗎? 那當你有誤差的時候 是不是電位還會是0? 那很不錯啊 你可以自己去算一下 百分之五的誤差感到上沒有很多 你可以試試看 Beijing 這次你今天把這個跳成 真的量百分之五 這個經營百分之五的效果是 meu 不算啊 你自己的也會有點幫我看 甚至 П對不起 aren't cooking 這就是為什麼 理論上 pou有重 greedy 比無限大 實際上不會一直無限大 因為 阿 big 好的 OK 但是即便如此 他的CMR 還是會非常非常的大 這個Ratial還是非常非常的大 喔 也就是說呢 今天他處理一個訊號的時候 處理我們一部Signal的時候 他其實會抑制他相同的部分 而去放大他差異的部分 這對我們來講很好吃 我們就知道這個效果 因此呢 此外他還有一個 另外的好處就是說 他的Depression Gap 其實他是可以借我直接電傳來控制的 這些電阻你要加多少 其實你可以自己決定 所以你的放大配率是可以被調控的 所以這些東西其實對我們來講 都是很好的事情 因此常常被使用在 身體訊號放大器上面 OK 這個也是我們今天上課最大的重點 OK 那當然 接下來的話 其實我們的OP不只可以拿來做放大的功能 還可以拿來做濾光的功能 不過 如果 就如同我在課程開始所說的 這個MUTE的部分 可能就不會講太多 如果有興趣的話 一定可以去查 然後 你的電路學的課本 電子學的課本上面 一定會看到很多的 使用OP所讀起來的這個密波器 然後 像 電動濾波器 高屋濾波器 高屋濾波器 帶動濾波器 都會有 甚至呢 你可以找到一級的濾波器 還有二級的濾波器 就是 1st order 2nd order 這個普通 其速越高的話呢 代表它的 頻率的 這個響力的變化 越迅速 越少 協力越高 然後 很多代價就是 你要使用更多的 配動元件 也就是你的電子 電動濾波器 能夠增加 電動濾波器 大概是這個樣子 有些去的同學 可以自己再去 多去看一下 那 曾經有人問過 我們的問題 就是說 老師 我們的確 在這個OP的部分 我們有看到 搭配配動元件 可以設計出這些 可是好像 在電路學 一開始的時候 單純只有使用 配動元件的時候 也有一些 Filtr 你可以使用 RMD 來做一些 Filtr 因為 我們知道 電容和電感 它的主動物質的頻率 有改變 你可以利用這個特性 去設計出 高通力 或是代通 那 這樣子 單純使用 被動元件所設計出來的 遇波器 跟 主動元件 搭配主動元件所設計出來的 遇波器 有什麼不一樣 他們都是遇波啊 各有公司 各有一接 也有二接 所謂一接二接 就是 原來一個 Transformation Function 它的 那個 階級的成數而已 那他們的差異在什麼地方 最大的差異也是在 Input Evidence 為什麼我們在自己需要放大 或是 不管是設計 放大器 或是Filtr 我們很喜歡拿 或平台 拿出來用 最大的用 就是因為它的 一副引力的差 那 那如果你直接用 單純用RFC電路來兜的話 它的一副引力的使用 沒有辦法 到這麼大 我想這是最大的差異 OK 好 總之 但是效果非常的類似 各位有興趣可以去看一下 好啦 所以我們就可以針對 我們今天的 身體訊號的 這個 頻率的 部分 下去做一個 濾摸器的設計 那也可以根據它的 強度的大小 面積的部分 來設計 適當放大倍率的 一個放大器 這就是我們在 電路 接收電路上面 訊號接收電路上面 所需要做的事情 好 接下來我們想要介紹的 就是今天的課程 最後面 我們想要介紹一個東西 是我們 呃 之前我上面提過的 60Hz的發訊 也就是 交流電所產生的 雜訊 我說這個東西呢 其實在其他電路裡面 或許不重要 但是在身體電路的量測上面 很重要 OK 原因很簡單 因為身體電路的 訊號很小 只有 miniVolt 或是microVolt 這個等級 一般來講 你在你的電路時間是因為 你看不到這個 60Hz的發訊 只是在 如果身體訊號量測的時候 常常看得到 因為 它的搶部大小 大概也是落在這個 range 大概也是落在 miniVolt這個range 所以如果你沒有適當的 把它給去除掉的話 你絕對會看到 任何況 它除了在搶部上面接近以外 還有另外一個特性 就是它的頻率 今天我則交了一件 台灣機區要是360Hz 有的地方是50Hz 有的地方是50Hz Roundly大概是這個 這個頻率左右 這個頻率 剛好就落在 絕大部分的 身體訊號的平台中間 不論是ECG EG或是PMG 它大概都會 在這個平台裡面 就是說 我不能夠把它 看成是一般的雜訊 直接去除掉 因為畢竟在這個地方 還有一些訊號存在 所以我們只能夠 挑出來 把這個60Hz的東西 挑出來 把它丟掉 它需要比較特別的處理 好 所以我們就來 先來看一下 到底是為什麼 會有這個60Hz的搭訊 這個60Hz的交流鏈 不是都是在 我們的鏈線裡面嗎 那 跟我們的 兩側的身體訊號 有什麼關係 OK 所以我們就來看一下 你在普通兩側 這個訊號的時候 你會做的事情是什麼 在兩側的訊號的時候 一定不會只有 那個兩側的電路而已 對不對 一定會有一些 搭配其他的這些設備 然後 我們剛剛說的 濕波器啦 平原停控器器啦 單用電路要啦 或是說 甚至你想要跟電腦連結的話 一定會開一台主機嘛 對不對 然後呢 今天如果天氣熱 像今天一樣的話 一定會開冷氣嘛 所以你試內環境裡面 很多交流電 這些交流電 雖然只有在電線裡面跑 不過我們知道電線是導線 人體是導體 這兩個導體之間 合著一些絕緣體 或是不良導體 在這樣子的狀況 其實它的效應就很像是電容 只是它的距離是很遠的電容 電容效應沒有那麼清楚 但是依舊會有 我講意思就是說 雖然現在的訊號 電源的訊號 好像只有在你的交流電 電來裡面這樣 電地線裡面 這邊電動而已 但是其實會被你的身體所感應 OK 所以我們在兩側身體電訊號的時候 雖然沒有直接接觸到這個交流電的電線 但是你也會看到這個交流電的一個 這個效果 此外呢 除了人體以外 你的兩側電路也是導體 我們剛才畫的上面 這個全部都是導體 所以60Hz的訊號 也會卡不到這些 兩側電路上面 也會影響到我們的兩側電路上面 也會影響到我們的兩側電路結果 或許可以馬上反映到 我問到為什麼你們在身體 在那個電子實驗的時候 完全沒有看過這個東西 很簡單嘛 因為強度不夠強 各位在電路系列裡面 操作的電力位 常常都是幾伏克的 至少都是幾百個miniV 跟我們的雜訊等級 起碼差了一兩個order之下 在這樣的狀況之下 其實你看不到 但不太容易看得出 這個60Hz的雜訊 任何況各位 在使用示波器的時候 通常都是要去觀察那些 隨著時間變動的訊號 其實就是正確波 你最常使用正確波的頻率是多少 你最常在電子實驗裡 會使用正確波的頻率是多少 1K嘛 對不對 幾K嘛 或甚至幾百 至少幾百個Hz 對不對 所以呢 它跟我們交耳電的頻率 差了幾十倍到上百倍 沒錯啊 所以 當你可以適當的去調整你的那個 time scale 然後適當的觀察到你想要看得多行的時候 其實那個time interval 對於60Hz來講 不會太重 它根本沒有辦法按到一個完整的周期 在這樣的狀況之下 scale不適合 分手不適合 動手不適合的狀況之下 其實你很難觀察到 60Hz的發尋 不過一樣的 今天如果你今天看的不是一般的訊號 而是生理訊號的時候 首先 你的time scale 要放到大概是幾個Hz到幾十個Hz這個range OK 然後你的amperature的這個scale 大概是放到幾個minimole的這個range 剛剛好 跟我們的60Hz的詐訊 是在一樣的瀏覽 所以你就非常容易看到60Hz這個訊號 詐訊的來源 OK 這就是為什麼我們在量測身體訊號的時候 特別處理一下 好 那 這一個訊號我們可以 一般來講 好像沒有辦法避免掉 因為 至少如果你今天想要用試波器的話 他一定要接電源嘛 對不對 你要接個OP的話 一定要給他工作電位嘛 對不對 這一定 還是得存在 除非你今天可以產 你如果乾淨吃飯 基本上你還是使用交流電吧 不錯吧 更不要說 我們常常會使用電腦來接收 我們今天量測到的訊號 所以好像空間中 會有一些交流電視難免不了的事情 那我們要怎麼樣 避免60Hz對我們所造成的影響 OK 除了我們在濾風系的設計上面 特別針對這個頻率 去做預除的功能 譬如說我們之前提到的 Nonticulatory Drive 他這個其他的事情可以做 我們剛剛有提到 這其實是一種感應電流嘛 對不對 你要怎樣去除 這個電子感應的情形呢 最簡單的就是 平率作用 什麼是平率作用 就是在這兩個導體之間 再多加一個導體就是 OK 這樣子的話呢 你的導線 就比較不會受到 邊緣線的干擾 所以其實比較 高等級的這個 正體訊號量測的熱線路呢 它其實是 它其實是雙層的 除了內層是走訊號以外 它外式 它會包覆 就是用絕驗的方式 包覆一層那個導體 非常導體的作用 就是要做修理 避免外界的這個東西 干擾到你的 量測電路 OK 而不是這個 只能夠保護到 量測電路的部分 因為 你的電線 或你的原線 可以做修理 可能沒有辦法做修理 只能不能 穿了一件什麼 那個 也不是防彈衣 就是防彈衣 然後在裡面做實驗 這樣會很快 所以 其實還是 即使我們做修理 還是有一些部分 是沒有辦法 會去除掉 但是當然 可以降低 60Hz的干擾 這是可以的 所以 Filture那個部分 其實是沒有辦法避免 一定要做Filture 不然 60Hz可能 沒有辦法被力量 OK 那除了這個以外呢 還有 會干擾到我們 生理的實驗的話 還有包含到 一些其他的東西 例如說 其他的身體訊號 也會干擾 譬如說 我們今天量新鮮筒 但是 只要你的 附近的肌肉 有收縮的動作 它一樣 會產生電線的變化 因為我們知道 新鮮筒其實也是 肌肉收縮而產生 所以它是很規律的 那其他地方可能 沒有多規律 但是它如果一產生的時候 他們就會open up 尤其是 如果是在靠近 兩側的電線的位置的話 它的干擾會增強 因為距離越近 你感應到的這個 電源的變化 電位的變化會越明顯 那所以 所以就是為什麼 我們在一般兩側的時候 都希望 收縮者 在一個輕鬆愉快的狀態 盡量不要動 不要有其他的運動 來干擾其他要兩側的東西 不管是兩側一區 都這樣 兩側一區 也是這樣 因為所有的動作 都會影響到 那這個動作 除了會影響到 直接產生身體電腦 來做干擾以外 有可能會對電席 產生干擾 我還記得我們之前 在SENSOR的地方 講到電席 對不對 現在電席 就是要黏黏的電席 然後固定在你的身體的力量 那我們說呢 革命其實有一個很大的作用 是在除了防止它鬆脫以外 保持contact 以外 還有一個重點 就是不要讓它 電極的部分移動 因為只要電極部分一移動的時候 有一個function的時候 它表面那些離子的分布 就會重新累積 就會產生一些奧利費 一些電位的變動 所以這個其實也要去應用 那不過anyway 這就是在受視的時候 其實我們要很注意 去應那個受視者的一個狀態 那時間操作的時候要注意 OK 再來的話 當然我們今天是 在一個量子熱電路上面 所以一定會有SIMO nodes OK 那只是在於說 如果今天 呃 是一個 呃 不錯的電路平址底下 SIMO nodes 可以盡量的降低 大概可以到 呃 Micro nodes OK 那可能會比較好一點 那 但是我們也必須要使用 那個比較好的元件 來降低那個 那個這些雜訊 譬如說你的電池要 體質要好一點 那如果是那種連貼式電池的話 通常沒有辦法反覆使用太多次 哦 呃 如果是在平常單位使用 通常都是用完就丟了啦 那如果在我們這種研究單位使用 如果是同一個人 呃 可以接受重複使用 只是太多次還是不太好 你會接觸的效果就會變差 上面這些導電膠的那個 這個 那麽均勻的分布 所以還是會影響到 你的兩色效果 哦 這些細節都必須要去注意到 這樣子 OK 所以這些大概是我們 會需要去注意的地方齁 那接下來的話呢 我們其實 呃 原本想要做的事情是 呃 想要 呃 我們那個EZG的兩色來 當成一個例子 告訴各位說 我們今天樣子在 呃 接線的部分 呃 要注意到一些什麼 然後要怎樣的處理 才能夠量到正確的EZG 不過 這個部分我沒有辦法像那個 呃 前幾節課這樣子 直接在 鐵板上面畫電路了 所以 呃 我想我們今天大概就先 到這個地方 好